嗨 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喔 大家看這個畫面就知道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就是 中信歐蜜卡 這個中信歐蜜卡蠻微妙的 因為它是由三家業者所共同推出來的聯名卡 第一個是中國信託 第二個是PC Home 第三個是中華電信 所以這個三強聯手打造出來的歐蜜卡 到底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主題 進入我們的index 今天會跟大家解說這張中信歐蜜卡 再來我有挑出四個很不錯的亮點 分別是電商消費12% 超商消費10% 然後電商儲值9% 跟生活繳費有最高6% 這些回饋要怎麼拿到呢 我們會一一的跟大家講解 接下來還會跟大家聊一聊這張卡片所做的回饋 它不是刷卡金 它回饋的是中信點 那中信點會是什麼東西呢 也會在這邊跟大家最後來做一個說明 最後就是不論是新戶還是舊戶 跟團辦卡可以拿到什麼好康 官方會給你什麼好康 都在這邊來跟大家做解說 好 進入我們的主題 中信歐蜜卡的權益解說 好 先來看一下它的基本資料 這個國內刷卡有1%的中信點無上限 海外是2.2%的中信點無上限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當作是無腦卡的話呢 請注意喔 就是國內軍標至少要1% 海外的話一定要超過1.5% 這樣子你的刷卡回饋呢 才能夠就是不會吃虧 因為海外交易手續費至少是1.5% 所以大於2%以上的我覺得就可以拿來用了 那第三個 中信買位數位帳戶 如果你有進行跟團開戶的話呢 你可以拿來扣角這張卡片的卡費 再多賺三排元的會饋 那現在中信買位數位帳戶 本團也有一些上車優惠 那你只要在7月1號到9月30號來跟團開戶 你就可以再跟我再多拿100的寶可夢賣奇積分 那如果你對這張卡片有興趣 我們最後也會有介紹這個跟團辦卡會送什麼東西 你可以看我們畫面的右手邊這邊有QR Code 一樣也可以就是一邊掃碼一邊上車 那第四個 第四跟第五這邊寫的指定電商 這些通路呢 指定電信電商通路最高有8%的回饋 指定生活跟繳費最高有6%的回饋 這個額外加碼的部分其實都是1%基本 再加上額外的5%或7%的加碼 所以每一個人每一個月最多就是拿到500點的中信點的加碼 不論你是要在指定電信或電商通路 或者是生活的繳費通路 不能夠超過500點 超過的部分只剩下一%的點數回饋 無上限 所以這是大家要特別注意的 新戶裡的話呢 這張卡片如果你是中信新戶 也就是申辦這張卡片之前的前六個月 你都沒有中信卡 你就是新戶啦 那救護的話呢 就是已經有中信卡的人 現在加辦這張卡片 最高可以拿400 新戶最高可以拿800 所以這個是還不錯的 那本團圓件的話呢 就是一般成員贈送170分 那再加上全團滿員 我們要來加碼抽1萬塊的這個拍想券 回饋給大家 那最後的話呢 你就來看看我們的遊戲規則要怎麼走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介紹一下 除了基本回饋以外 額外的上市加碼活動有給什麼獎品 好所以這個00種種真的是非常的豐富 那我挑出了一些還不錯的重點 你可以看看有沒有你有興趣的 有興趣的你就可以 就是挑這些通路來做消費 可以拿到最高的回饋 第一個 PC用消費最高12% 第二個 拍錢包在小7 最高可以來到10%的回饋 這等一下會講解 那第三個 拍錢包在寶雅做支付 也有最高10%回饋 好如果你自己本身很常在寶雅的通路買東西的 這個一定要特別就是拿出來用 或者是你在美聯社也有10%回饋 好 首次綁定PC Home24H 它會再送你100的現金基點 這個也一定要拿 好那再來 如果你綁定PC Home24H的話 你是下半年的生日壽星 你也可以再拿到額外的100現金基點 刷卡來買PC Home的儲值金有最高9% PC Home的商店街呢 參加它的活動最高有拿400點的這個現金點 然後再加上1180的折價券 好這個在官網上面都有額外的說明 那因為聯名單位包含中華電信 所以中華電信它有提供一個手機保險的部分 是首月是0元的 那還有很多的大禮包 這個大禮包的部分就是看你自己有沒有需要 有需要的話你就可以 就是搭配信用卡來做申辦 你可以拿到比較多好卡 一些5G的花費啊折扣啊什麼的 好那我們來講解的是 第一個 電商的12% 這是官方提出來最高12% 到底要怎麼拿呢 好我們 這邊呢有幫大家做一個很完整的一個 一個數字的拆解 12%等於是基本1%無上限 再加上電商加碼7% 但是每個人每個月只能夠拿到500點 好所以你回退一下大概是7143元左右 會達到就是500的上限 那最後還有一個首月加碼4%的PB 好那每一個人呢只能夠在第一個月拿到280 好所以你280除以4%算起來大概是7000元左右 好所以你可以刷7143你也可以刷7000塊 那你可以拿到的就是最高12%回饋 我個人建議你卡片拿下來之後呢 第一個月就直接刷7000塊錢來做PC home的消費 你就可以拿到840的回饋 那接下來呢就沒有4%的加碼了 好那到底要刷多少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解釋 好那提醒大家這個電商12%的活動是 從7月5號到12月31號 你只要首次申辦的那一個月到4月5號之前 趕快來解任務就一定有280PB的加碼 好這個就沒有上限 那我建議大家就是盡快的上車 因為這個好康永遠是第一波上路的時候是最好的 那到明年開始他就會慢慢的縮水了 好所以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他的電商只限定PC home通路 好比如說PC用線上購物 PC用24H購物或者是24H的APP 或是24H的書店 其他的平台都沒有算在裡面喔 PC用旅遊什麼的是不算的 所以大家要特別的去注意可以消費的通路在哪裡 這樣子那這個儲值可以嗎 儲值是不行的 好所以儲值我們等一下會再說明 但是這邊講的是消費12%回饋 請你要特別的把握 好那再來第一個月解完任務之後 剩下的第二個月份 比如說7月5號上車到8月5號之前 完成了第一個月份的消費任務 那麼從8月6號開始到12月31號 你就會是所謂的電商8%回饋 那他就只剩下基本1% 再加上電商加碼的7% 好那一樣你500除以7% 他算出來的數字就是7143 所以你每個月呢 就可以刷7143元 可以拿到571元的這個點數回饋 那這個點數到底最後可以幹嘛 可不可以就是變刷卡金 我會在最後來跟大家做一個解釋 所以這張卡片我個人認為 是2022年下半年很強的一張卡片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低銷 你只要拿這張卡片在指定電商 也就是PChome的通路來做消費 其實都是可以拿到7%8%甚至最高12%的回饋 我個人覺得這個中信算是 蠻佛心的 畢竟之前中信英雄聯盟卡的網購10%才剛拿掉不到一年吧 他馬上又把這個網購 尤其是針對PChome的網購又再加回去 這個是大家就一定要把握的 因為他真的不需要任何的門檻 不需要刷5000塊 但這張卡片可能明年就要有低銷了 所以大家還是要把握機會 在下半年的時候盡量努力的去刷他使用他 這樣子你的網購消費就可以再省下一點點這樣子 那再來如果你不喜歡在PChome買東西 超商消費可不可以 這張卡片拿來做超商消費很可以 因為第一個月有這個10%的回饋 那要怎麼拿呢 來跟大家做個解說 這個10%基本上就是 卡片在超商所做的任何消費都是零回饋的 但是他這個生活加碼的6%就算進去 那再加上現在有個限時加碼4%的活動 那每一個人只能夠拿100點 所以呢你回推大概可以刷個2500左右 你可以拿好拿滿這個4%的PB的回饋 但因為他總額有50萬的上限 所以你最好是盡快解任務盡快拿到回饋 不然可能就被別人截阻登線就沒了 所以我建議你超商主要使用超商消費的人呢 辦這張卡片來使用第一個月 卡片合卡的第一個月 不管321就是先刷2500在超商 就是你要買咖啡啊 你要買零食啊 買衛生紙什麼的都可以 等於是用這張卡片直接是9折 那也提醒你喔 因為他是每個人只能夠拿到100PB 也就是4%加碼只能夠拿一次 超過的部分就沒有了 所以你就會回歸這個6%的回饋 所以你還是要特別去注意 那我們這邊講到的刷2500 其實你如果2500的6%算下來 你大概只會拿到150點的中性點 那額外的350點中性點 你就可以再拿去搭配網購 或者是搭配繳費的部分 你就可以每個月500塊可以拿好拿滿 我們這邊是以最大化自己利益的10%來做計算 提供給你參考 第一個月你完成了這個10% 就是額外4%加碼的任務拿完之後 接下來你只剩下6% 你從7月5號開始到12月31號 其實你還是一樣 每個月都可以拿到500點的中性點的回饋 那你500除以6% 你算出來是8333元 所以你每個月可以在超商刷8333元 可以拿到最高就是超商6%的回饋 大概就94折左右 那每個月都額外拿500點的中性點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消費模式 提供給你參考 電商儲值9%要怎麼拿 剛剛有提到這個很高額的數字 接近10%了 那應該要怎麼拿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邊的公式 9%其實就是基本1%無上限 再加上電商加碼的7% 這個500塊每個月的話 你可以回推一下大概是每個月刷7143元 你可以拿好拿滿這個500的部分 那月月加碼的1%的部分呢 它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拿到 它這個就沒有限制總額了 所以你可以每個月儲值25000 那1%的話就是再額外多拿250 但我覺得儲值那麼多 其實你的電商加碼回饋7%的天花板 就到7143超過就沒了 所以我個人建議你每個月如果要儲值的話 儲值個7143賺643就好了 但是PTO的儲值金沒有這樣的一個數字 所以你可以儲個7000或7500 那就會最接近自己9%的最大化的這個數字 提供給你參考這樣子 那再來 繳水費來賺6%回饋 要怎麼做呢 我們這個段落呢 來幫大家拆解一下這個6%的回饋 一樣 基本的1%回饋再加上通路加碼的5% 那因為每個人每個月可以拿到500 所以你回推大概就是刷1萬塊的水費 都可以拿到這個6%的回饋啦 所以刷1萬塊就可以拿到600 那像哪些通路有呢 比如說 縣市路邊停車費 台北市的那個外公有停車費 或者是都督房跟自來水費跟台水 這個北水跟台水通通都有回饋 但是一般人家裡面其實 不太可能水費一個月兩個月到那麼多錢 除非你是工業用水 那像我家的話平均一個月大概了不起 就300 400就很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怎麼做呢 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個6%回饋如果都只是拿來做繳費 實在是有點用不到 你就可以拿去在超商做消費 還可以賺比較多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拿到水費的回饋 你可以收集身邊親友的帳單 然後來一起帶繳 你這樣就可以衝高你的這個6% 等於是繳水費94折的部分 但因為它沒有包含電費 沒有包含其他的稅費 我就覺得很可惜 但是呢水費6%也是不無效補 你可以把高回饋的這個繳稅費的 這個額度呢 讓給其他的帳單 那你的水費就特別挑出來 直接用這張卡片搭配拍简包的APP裡面的支付 其實也是可以的喔 那最後我們來解釋一下這個中性點到底是什麼 因為剛剛講的很多的回饋都是回饋中性點 你可以看官網它有寫到說這個中性點 它可以1比1來兌換哈密配的哈密碗跟拍錢包裡面的PB 所以它是可以就是直接就是無縫直接轉就是轉換這樣子 那它的做法呢其實就是它中性其實並沒有真的開發出一個全新的點數系統 因為全新的點數系統就是你還可以去兌換就是自家的商品啊 然後也可以摺底刷卡記什麼它都沒有 它只是讓你可以就是當作是一個橋接的平台 然後你可以換到這個哈密碗 然後也可以換到PB 然後他們就變成是三個都可以就是瞬間去這樣做轉移 好那它的點數效期我覺得蠻短的 因為它是給你這個點數起算的6個月內 當月的月底就會就是過期了 那也不能夠提供展延喔 所以這個點數呢沒有必要留在帳上 它不像點數一些一些這個里程一樣就是可以放越久 然後換的機票這個價值越高 哈密碗跟PB都不太能夠去兌換航空公司的里程計畫 那中性點也不能兌換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可惜它沒有辦法有點數特別的倍數放大的這個效應 但是呢它還是有一些可以做的部分 比如說中性點不能夠折抵帳上金額 但是它可以做什麼事呢 你可以看我們這邊的畫面 你可以1比1兌換進去拍錢包裡面的PB 那你在下一次繳水費跟電費帳單的時候就可以抵掉了 那是不是可以算是變相的折抵水電費 不錯 第二個你是不是可以1比1來兌換哈密碗 然後它就可以來兌換中華電信的儲值電信費 那它會在下一期的帳單就幫你做扣除的作用 所以它也是可以抵中華電信的這個花費的 雖然說它不能夠拿來繳中華電信的電話費或試花費來賺回饋 但是它的點數是可以拿來做折抵的 所以這一點我個人覺得也算是不錯 我會拿來這樣做 第三個就是你可以在PC Home的通路選擇用拍錢包結帳 那麼打開點數折抵的按鈕其實就可以把你帳上的中信點直接折抵掉 而且是當期折抵消費 所以這一點也是讓大家在消費的時候非常簡單可以去把它抵掉 不錯你在PC Home買東西或者是在PC Home旅遊或者是在其他的通路 只要是PC Home裡面的可以用拍錢包做支付的 最後選擇中信卡跟點數折抵就可以全部抵掉 所以中信點有好處也有壞處 那小結論就是帳上如果你有中信點的 請你趕快抵掉它是不會生利息的 然後也不會有點數放大的效益 所以請你盡快把它使用完畢 不然的話呢就被中信回收走了 那就很可惜了 那我們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信的新戶跟舊戶有什麼半卡毫利 官網這邊有寫到如果你是新戶 那麼你刷888元它就送你500點的中信點 你就可以得折抵500塊的賬單 那如果你是新卡裡就是之前都沒有這張卡片 現在看到這個資訊跟團上冊的你可以拿到100點的中信點 那最高800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最左邊的500再加上旁邊的200跟下面的100 那PC Home的話呢就是你歐蜜卡核卡之後呢 把它綁定在PC Home24購物裡面 那它就會送你100現金點 如果你剛好是下半年生日 比如說是在7月8月9月10、11、12 這6個月份都是生日的話呢 它再送你100幾點 那像我在5月份生日過了 我就拿不到了 是蠻可惜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下半年生日的這個幸運兒 你就可以再多拿到100點了 那也別忘了 這個在歐蜜卡綁定 HimePay或者是拍錢包到24H購物 而且符合手刷裡資格 它再送你100現金幾點 所以你新戶最高可以拿800 舊戶也可以拿到100、100、100 就可以拿到最高400 那我算過我自己大概了不起 可以拿個300而已 因為我拿不到新戶裡 但是這個也算是不錯啦 因為很難得中信它這個新卡 就是上市然後還給你200到300的回饋 了不起就是比如說像之前 中信英雄聯盟卡就是只給100 或者只給200而已 那現在的話它有做加碼 可以到300 我覺得也算是可以撈一下 不錯這樣子 好 那本團NGM有什麼好理呢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中國信託這次沒有針對這張卡片來做推薦辦卡 所以你們任何一個人跟團上車 我都拿不到任何的回饋 但是這次還是特別的自豪要不要辦了一個小活動 來回饋大家啦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跟團申請中信歐蜜卡 在右手邊的這個QR Code 掃碼辦卡 不限性救護都可以拿到10美的積分 我們這10積分可以換某某的紅利金10塊錢 你就可以拿去消費花掉 或者是10塊錢的現金 每個月的月底到我們的MUCH積分的 兌換排行榜的表格來做兌換 我們就會直接給你 每個月可以兌換一次 那如果你是幼幼班給你100 你是機主班給你200 你就拿100塊的小機商品券 或者是可以兌換成200塊的小機商品券 這個就對老朋友比較好 也歡迎大家就是努力累積積分 然後就是加入本團 那我最後還是有再加碼1萬塊錢來回饋大家 這個怎麼玩呢 就是本團上車超過1000人回報 那我這邊有確認這個資格之後呢 我就會從這1000人裡面抽出10個人 每一個人就送拍想券1000塊錢 那什麼是拍想券呢 其實你打開拍錢包APP裡面呢 它就有一個拍想券的logo 點進去裡面呢 它有賣什麼 它有賣 加樂福禮券 小七 然後可能全家 大潤發 這些各大品牌的禮券其實都有 所以你可以選擇一個你喜歡你常用的 比如說屈城市1000塊錢 那我就兌換給你 如果你中獎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它帶回去 那活動時間呢 是一個月 從7月15號到8月15號 但是你看到這支影片 我們提前上了 也符合資格啦 所以就是確定要從本團辦卡 那你就可以拿到這樣子的回饋 至少10點的積分 那一句會員可以拿到多一點 那麼完成任務之後呢 來我們的下面 資訊欄有一個回報的連結 把你的資訊呢 就是回報上去 那我確認符合資格之後呢 全團一起來抽 抽中的話呢 你就可以來跟我領獎 那你要跟我講 你要的是拍想券什麼樣的禮物 那我就會兌換給你 然後用email回覆給你 這就是本團要做的加碼啦 那我們最後來做一個總結 其實我覺得 這張卡片啊 對我來講 它就是下半年的一張很厲害的神卡 因為它就是有卡有刷有回饋 不需要做登錄 也不需要跟別人搶 那麼你就是穩穩的刷 綁好在這個拍錢包 也在PC用都綁定好 然後還有HamiPay都綁定好 那麼你只要拿這張卡片 在指定的通路之後 消費做繳費都有額外的回饋 那有最高12% 最低也有9% 所以對於喜歡在PC用網購的人來講 這張卡片絕對是不可多得的 那也提醒大家 這個活動只到12月31號 明年開始這個卡片可能就會鎖水了 所以請你把握機會 趕快辦卡趕快賺回饋 畢竟網購省卡不是天天有 通常半年左右它就消失了 這個是沒有辦法 因為銀行沒有錢 它不可能永遠一直撒錢 所以大家就是還是要認分一點 該辦卡的時候就辦卡 要勤勞一點 不然的話刷卡就沒有高額的回饋了 如果你覺得今天這次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可以分享給生命的親友 邀請他們一起來參加活動 好嗎?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